自由,我们要自由,必须要声援普世强,我们要民主,要声援普世强的 普世强是一个优秀,他不是一个罪犯,真正的罪犯就是那些构陷普世强的人,是习近平 普世强不是罪犯,将来他会在历史上写下龙步的印第 而一些人,尤其我们国家最高领导人,口喊中国闷什么法治 中国的人是个大辟子,他会被历史说审判